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第六章 输出和温山下编程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主要是介绍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输出指令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理解中断的概念 然后我们要学会编写中断处理程序 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整本书 我们整个课程最难的一部分 就是中断理解中断的概念 往往同学呢往往是在这课堂上呢 经常是听不懂的情况 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 希望大家呢课后呢去预习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最后呢我们是介绍温山下编程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输出和中断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习汇编语言 学了哪些东西 我们就是说从编程的角度 从程序设计语言的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诗语言和汇编语言 它有的一些要素 比如说我构成程序的一些基本元素 比如说长量变量表达式 那么在汇编语言里面 它都有各自的有自己的表达式 比如说有长量的定义 有变量 也有表达式的定义 只不过呢我们这个汇编语言里头呢 定义的这个表达式呢 往往是一种数值表达式 然后我们会有地值表达式 但是呢复杂的数学的表达式的话呢 它往往是用多条指令来实现它的 用多条指令去实现它 那么比如说加减乘除 像这样的呢 必须要有多条指令 用一个指令序列去实现它的 那么 诗语言的话呢 它我们感觉用起来会更接近这个数学表达式 这是诗语言和这个汇编语言的一些差别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看一下分支 我们汇编语言里面也有分支程序设计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我会是算术运算指令 或者是比较指令 加上一条转移指令 来实现这个转移 实现这个分支 但是呢 语言就是if else 或者是switch case 这样的一条语句 那么就是说 这个语言里面的要素 我们汇编语言里面也有 那么循环呢 我们也是前面说过的 循环我们有循环的转移指令 loop这个loop呢就是 cx寄存器减去1之后 然后再判断 这个cx寄存器内容是不是等于0 如果等于0的话呢 就怎么样 或不等于0或再怎么样 就是说它往往是一条 比较指令 或者是可以使用循环转移指令 加上一条转移指令来实现的 那么这是我们汇编语言里面的做法 那声源我们可以有 do while这种形式 还可以有for这种形式的循环 那么子程序的话呢 我们会有特定的子程序的定义 在我们汇编里面有特定的子程序的定义 那么最后呢 子程序的最后一条指令 就必须是用return去返回 那么c语言里面就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可以定义的非常的复杂 可以定义的非常的复杂 当然我们汇编语言里面也可以 那么也可以带多个参数 我们也讲了参数的传递方式等等 然后呢 数组 那么数组呢 我们汇编语言里面也可以定义数组 实际上我们定义的一个存储区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数组的一种形式 一片存储区 那么就是一个数组的形式 那么我要访问数组当中的元素的话呢 我可以用这个辫子寻指方式 我可以用积子加辫子寻指方式等等 然后在c语言里面 它也支持数组的定义和使用 除此之外呢 c语言里面的指针 那么在我们汇编语言里面 就相当于是这个偏移地质 此外呢 我们汇编语言里面也可以定义红 那么我们这个c语言里面也定义红 如果是从这些东西来看 我们会发现这个汇编语言和c语言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不对 就是说只是说汇编语言 用起来呢更复杂一点 不过是一些机器指令的组合 来实现这个高级语言的一些功能 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说汇编语言有什么 如果仅仅是从编程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说汇编语言没什么 和高级语言没太大差别 唯一差别就是你可能会感觉 我可以直接去使用寄存器 唯一的差别 那么我们这一章里面讲的就是汇编语言里面 有什么 汇编语言有什么 那么我们是用的是 首先我们是有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 也就是说我数据在主机和外部设备之间 是怎么样传送的 我这个我用什么方式去传送的 这些呢在高级语言里面都没有了 都是没有的 那么我CPU是怎么样去访问这些外部设备的呢 这是在高级语言里面也没有谈到过 那么外部设备怎样跟CPU一起工作的呢 这是我们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数据 就是CPU是怎样去访问外部设备的 前面我们都学过很多的指令 我们学过了很多一系列的机器指令 那么这些机器指令呢 都只是适用于一种方式 只是用一种方式 就是组存我CPU去访问组存 那也就是说呢 我组存这个空间 它的访问 它是采用一种这个对组存的进行编码 也就是说进行编指 我用八个八位一个字节 那么按字节呢进行编指 那么这些指令呢 我们前五章学的所有的指令 都是属于访问 组存的指令 全都是属于访问 组存的指令 那么如果CPU要对外部设备进行访问的话呢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通过对外部设备 组存器来进行访问 来进行数据的存取 或者存或者是取 那么我们一个计算机系统里面 会有很多的外部设备 我们会有很多的外部设备 那么我只为了更好的管理 这些外部设备的话呢 我们我们就用了 也用了一个跟类似于 组存的一种做法 那也就是说 把所有的外部设备进行编指 所有的外部设备 它的寄存器进行了编指 我先把它编指 那么编指的话呢 我通过这些地址 去访问外部设备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有的外部设备 它的寄存器就组成了一个地址空间 我们把它叫做Io空间 是这个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组存空间 那么它是用什么 以字节 八位字节为单位进行编指的 那么另外一个空间呢 是Io地址空间 那么这个Io地址空间的话呢 它是所有的外部设 一个系统当中 所有的外部设备 寄存器 它给它编指之后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头呢 它的范围 它编指 那么就从零开始 那么最大呢 可以到多少呢 到零F F F FH 就四个F 也就是一共是可以有 64K个这个外部设备的寄存器 那么编指方式呢 跟主存是有类似 这是跟主存的编指方式 类似的地方 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个Io地址空间 它是不分段的 第一 它不分段 我们的主存 它是要分段的 所以我们每次访问主存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个什么 断寄存器 我们的地址一定是 断寄存器 加偏移地址形成的 那么 在这个Io空间里头呢 它是不分段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Io空间只能有 Io指令访问 也只能有Io指令访问 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输入输出指令 专门由这两条指令去访问 而前面我们所学的 所有的指令都是访问什么 主存的 因为只有Io指令 可以使得Io的读写控制器 控制线它有效 那么其他的 对其他任何指令的访问 它都是视为无效的 所以说关于这个外部设备 它的编制 我们说了 它有两点 第一呢 就是它 部分段 第二 必须用Io指令来访问 是这两点 那么我们把设备寄存器 我们CPU要访问这些设备 是通过设备寄存器 来进行访问的 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把这些设备寄存器 我们又把它叫做什么呢 端口 把它叫做端口 那么设备的寄存器呢 可以分成这样三类 一种是设备状态寄存器 还有呢 第二类是设备数据寄存器 还有呢 设备控制寄存器 这样三类 是不是每一种设备都一定有呢 这个就不好说 那么有很多的设备 是三种都有的 那么这样 这些寄存器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 比如说设备状态寄存器 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状态端口 设备控制寄存器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控制端口 那么设备数据寄存器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数据端口 那么CPU对外部设备 它是怎么样访问的呢 它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这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这是一个示意图 那么CPU它的总线 我们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 是地址总线 第二类呢 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 那么地址总线 它是用来传送地址的 那么数据总线呢 它是传送数据的 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个控制总线 它是有时它去控制什么 IO 那时候它去控制什么 访问组存 那么什么情况下 它去控制访问组存呢 当你使用前面那 前面五章 前五章学过的那些指令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控制总线 你要去读取组存当中的数据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这个 人读写这条线 然后去访问 进行组存地址的译码 然后再去访问组存单元 把数据取出来 然后送到这个通过数据总线 然后传到CPU里面去 这是对以前的 我们前五章的一种访问方式 如果我是 IO指令的话 那么它会使这条线的生效 IO读写控制的线 它会生效 对它这个地址进行译码 对IO地址进行译码 译码的之后呢 在这个设备 所有的设备里头 我们去这个 IO空间里面去找 它的看是哪一个设备的端口 那么找到有可能是 这个状态端口 有可能是某一个设备的控制端口 也有可能是某一个设备的数据端口 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数据端口 那就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然后通过这个数据总线 把数据传送到CPU里面去 这是一个大致的访问过程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输入输出指令 输入输出指令我们这是我们这个这一部分的重点 也就是说所有对外部设备的访问都必须是使用输入和输出指令 那么输入呢就是指外部设备寄存器当中的数据 它传送到哪里去了 传送到累加器 这累加器可以是AL 可以是AX 可以是EAX 这几个寄存器里面 用的是什么呢 印指令 然后呢输出的话呢 是从这几个寄存器当中 把这几个寄存器当中的数据送到了外部设备里面去 我们是用OUT指令 在这里头呢我们要说明一下的话 的话呢这是一个示意图 那么也就是我的输入和输出 那么是放在哪里的 这是组存 这是组存 那么这个组存的话呢 我如果是一个 我要像我这要把组存里面的数据送到哪里 送到打印机里面去打印的话 那我就要用一条输出指令 那么把先把这个数据送到哪里 送到一个累加器里头 先必须送到一个累加器里头 然后用OUT指令送到数据寄存器 然后再送到打印机 那么这个传送的话要用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学过的木屋指令都可以 那么同样 我要从键盘 我按了一下键 那就是输入了 对吧 有输入的话 它首先是送到哪里呢 送到一个数据寄存器里面 然后我们用印指令 把它读进来 读到CPU里头 然后再怎么样 它再用我们的船 前面学过的传送指令 送到内存当中去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印和OUT指令 它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 那么我们先大致说一下 它的这个工作过程 然后我们来详细的介绍 这两条指令 比如说输入指令 印 它有两种格式 第一种格式呢 就是这个印 然后呢 这个后面是 这是我们的累加器 可以这是这三个累加器中的一个 然后呢 后面是带上一个立极数 那么这个立极数是什么呢 立极数它是设备寄存器的地质 把这个立极数直接写在这里 那么第二 这是第一种形式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设备寄存器的地质呢 它不能大于255 注意这是实境制的255 这是印指令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呢 这里 所以说跟上面一种形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DX 这个DX 它这里面放的是设备寄存器的地质 这里头放的 也就是说你在之前要用一条目指令 把设备寄存器的地质送到哪里 DX里头去就行了 那么它的功能就是把设备寄存器的内容 送到我们的累加器里头 好 在这个里头呢 这里头的 我们前面说过的 所有的 前面五章当中 说过的所有的 寻止方式 在这个地方都不再适用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现在呢 我有一条这样的指令 就是木 DX 379H 这是一个打印机的端口 比如说这是打印机的状态端口 它的地质是379H 那么我用一条印子令 那么就是读的是什么呢 打印机状态端口的内容 送到 AL寄存器 那么也就是说我首先把打印机的这个端口地质要送到哪里去 状态端口地质送到DX寄存器里面 是放的是什么 379H 然后呢 那我这个印子令的话 由它去指向的 这是一个 这个IO空间 就是打印机的端口 它的地质 那么这个端口里面 比如说我放了一个 我是要把一个A输出 那么我就要什么样呢 我要读进来 把这个端口里面的数据 41H是A 这个字符 读进来 那么就要送到 AL寄存器里头去了 送到AL寄存器里面 就是这个 指令的执行过程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我们讲完了这个例子之后呢 我们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条指令 是不是一条 正确的指令 对 这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255H 它是16镜子 对吧 好 请坐下 非常正确 我们说 它这个地方 一再 我说 一定要强调 这个端口的地质 如果是直接写一个 立即数放在这里的话 这个地质一定是 小 一定是小于等于 这个十镜子的255 而不是16镜子 这里是16镜子 已经大于255了 所以呢 这是一条 这个 错误的指令 好 我们来说 看一下 out 这个out指令的话呢 跟 刚才的印指令 是有很 有相似之处 很不同 它就是 格式 立即数 然后 然后 逗号 后面是 我的 累加器 或者是 out dx 然后面是 累加器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在第一种格式里面 这个 立即数 它是不能大于 255的 同样 这个时候 立即数和dx里头 都是放的 我的设备 计存器的地址 都是指这样的 dx里面放的是 设备 计存器的地址 这个立即数呢 就是直接把设备 计存器的地址写在这里 这是 其他的都一样 也就是说 从把这个 累加器里面的内容 送到哪个设备 计存器里面去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例子 我现在有一个字符 A 我想把它送到 打印机的 数据计存器里头去 那么我就可以用 这样一个指令 指令序列 去实现它 那么是 把这个字符 A 先送到 累加器 AL当中去 然后呢 我再怎么呢 因为这个 378 H它已经是 大于255了 所以要 把它先送到 DX里头 然后再用 OUT指令 给它输出到 这个打印机的 数据计存器里面去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 是它的 它的一个 工作过程 这是一个 IO空间 那么我要把 这个 AL的 计存器里面的 值呢 把它打印出去 那我首先 要把 A送到 这个 AL计存器里面去 然后呢 再把它送到 这个打印机 这个端口 378H 它所指向的 哪个 这个 这个 寄存器里头 那么这里头呢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IO空间 它的访问呢 它不存在 分段的问题 刚才说了 已经前面已经强调过 不存在 分段的问题 第二呢 它的 寻止方式的 表现形式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这个 立级数 它是表示的是 端口地址 实际上它表示的是 一个端口的地址 那也就相当于 我们第二章里面 讲过的 那个 直接寻止方式 它实际 尽管它的表现形式 是一个立级数 但是实际上 它表示的是一个 一种 直接寻止方式 那么我用 寄存器的端口地址 形式呢 那么 第二种形式 也就是DX 它尽管是一个什么 寄存器 寻止 实际上 它的 相当于是 第二章里面 我们讲过的 这个 寄存器 间接寻止方式 好了 我们介绍了 这个 输入输出指令的话 我们来介绍一下 数据的传送方式 那么数据的传送方式呢 一共有四种 那么我们每一种呢 都给它简单的介绍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数据传送方式 也叫做 直接存储方式 直接存取方式 也叫DMA方式 叫做Direct Memory Access 这样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它是需要一些 特别的硬件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 在组存和外部设备呢 之间呢 它可以开辟一条 直接的组存和外部设备之间 它不需要通过CPU的 因为前面的我们输入输出 我们都发现 是必须通过CPU来实现 去转一遍 那么这种DMA方式呢 它是可以在组存和CPU 和这个外部设备之间呢 直接开辟了一条 开辟一条 这个直接数据传送的通道 那么可以使得 组存和外部设备之间 可以批量的进行传送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是需要有一个硬件设备 需要有一个硬件设备为代价 来实现这个数据的传送 第二种呢 是无条件传送方式 无条件传送方式 也叫做直接Io方式 那么也就不考虑这个外部设备 它的工作状态 那么我直接输入输出数据 这是这种方式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我用于这种低数的外部设备 或者是说呢 我必须对外部设备的状态非常的清楚 外部设备它的工作状态非常清楚 并且能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工作结束 或者说数据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 也就是说我对这个外部设备呢 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下 我才能使用 否则的话就有可能 比如说我的数据可能丢失 有可能是读的是一些错误的数据 否则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呢 它要求 对这个外部设备它的要求 要求数据 它始终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对这个我们编程者 还必须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外部设备它的工作状态 好 那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直接是用印和out指令来完成的 第三种方式 我们叫做查询输入输出方式 那么查询输入输出方式 CPU它就不断的去检查设备的 是不是准备好了 比如说输入 那么它就检查 这个数据是不是准备好 它不断的去检查 不断的去检查 是不是这个数据是不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把它读进来 那什么情况下才是准备好了呢 我们说呢 是刚才说了 设备它会有三种 对吧 有会有可能会有三种这个寄存器 那么一种是数据寄存器 是我们要读数据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 状态寄存器 那么一个设备的状态寄存器 比如说这个设备 有一个设备状态寄存器 它的最高位 那么如果这个最高位呢 如果是1的话 就是表示这个我要输入的数据 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可以去把这个数据去走了 那么这个位呢 是什么呢 是把外部社会会自动给它变成1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数据准备好了 这个外部设备呢 它就把这一位自动变成1 所以说呢 那么CPU它就会怎么样去做呢 它就会去不断地查询这个端口 看这一位是不是等于1了 如果等于1的话呢 那么就把数据取出来 如果不是等于1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怎么 不断地去检查这个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程序 它就是做这个事情 那么是从状态寄存器 它的就这个读入这个设备的状态 然后呢 TEST AL 来判断最高位是不是为1 这是TEST 那么它是做什么 语音算 这两个数做语音算 那么这两个数的最高位 就也就是判断AL的最高位 是不是为1 如果是等于0的话 就是表示还没有准备好 那么就去继续循环 继续循环 否则的话呢 就把数据从数据端口里面 读进来放到AL计存器里面去 这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 这个这是查询输入 查询输入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输出 那么我要把数据输出到这个设备里面去 如果要输出的话呢 那么我就是说 我要去检测这个设备的状态寄存器 它的最高位 输出设备的状态寄存器 它的最高位表示 这个设备是不是正在忙 如果是正在忙 那么就不能 那么这个 这一位就自成1 那么就自成0 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设备不能用 如果为1的话 那么它如果设备控显了 它现在不忙了 那么它就自成1 就是表示这个设备可以用了 那么可以用这个 那么它由这个忙到控显 这个状态的转换是由设备自动把它自成1的 那么CPU它是怎么查询的 查询传送方式它是怎么做呢 那么就是不断的去检测 这一位是不是等于1 如果是等于1了 那么就把数据送出去 那么这一段程序就是完成 这个功能的这一段程序 就是说首先我把状态寄存器的地址 从这个状态寄存器里面读出来 送到Al 再判断最高位是不是为1 如果是为0的话 那么继续循环 继续循环 然后否则的话呢 就把数据送出去 送到Al寄存器里面去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查询传送方式 它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个查询传送方式 它有什么问题呢 我CPU啥事也没干 就不停地在这里做什么 做检测 对吧 在这里做检测 实际上这种工作方式 尽管可以保证 我读进来的数据 或者传送出去的数据 没有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CPU浪费了CPU的时间 CPU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我有没有节省 CPU时间的办法呢 有没有一种办法 可以节省CPU 那CPU 这个可以去干点别的 然后这个数据 那个打印 比如说这个设备 输出设备 它已经空闲了 我就可以通知这个CPU 知道这个设备 可以输出了 有没有一种方式呢 我们说有的 这就是第四种方式 叫做中断传送方式 那么中断传送方式 它就是一种软硬件相结合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可以用CPU 用印或者是out指令 它启动了Io设备之后呢 它就不管这个Io设备了 然后它就有干别的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去运行其他的程序 那么这个外部设备 可以比如说准备好了 可以接收数据 或者说我这个数据呢 已经处理完了 外部设备 比如说我打印机 已经打完了这些数据 它就会 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 它就会向CPU 发出一个中断请求 那么CPU它就会停下来 当前正在执行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 去转去处理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也就是有外部设备 指定的这个中断处理程序 那么指定的这个中断的 中断处理程序 然后去做一些输入输出 比如说我打印机打完了一个 然后我要打下一个字符 然后我把下一个字符 就送到哪里去 送到这个打印机的 这个数据端口里面去 然后就 然后CPU做完了这些事情 又回到哪里去 回到刚才被停止的 会被中断的一个程序里面 继续执行 那么数据没有结束的话 传送没有结束的话 就继续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把这种方式呢 把它叫做中断传送方式 那么现在的计算机系统 大多数的计算机系统 应该都是提供这种 中断传送方式 那么这种呢 必须是什么 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 因为是CPU向 就是外设向CPU发出中断请求 是这个 由这个硬件来完成 而这个CPU能够停止 当前程序的执行 它必须能停下来 停下来然后去做其他的事 我们把它叫做中断处理方式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中断 就是我们这门课最困难的一部分 什么是中断 我们说中断 它也叫做打断 你被打断一下 那么大家看看 你日常生活中 是不是经常有被打断的事情 举个例子看看 你说 对 还有没有 好请坐下 还没有其他的 刚才那位同学说 我在寝室里面看书 这个时候呢 电话铃响了 然后我去接了一下电话 然后接完了电话 我再回来继续看书 那么就是说 我在看书这个过程被什么 打断了一下 这就是什么 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 那么同样 我现在正在这里上课 然后突然一下 那个助教来了 他可能拿了个本子 拿了一摞作业本来了 然后我去把作业本拿回来 那么这个我这个 讲课的过程也被什么 中断了一下 那么这也是叫做什么 中断 那么把这个 其实我们剧原机里头 有很多的概念 它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 好 那么什么是中断呢 那么就说 我们就像 相当于刚才那个同学说 我是 我是正在看书 那么好比你就是 你就是CPU 你在看书 那么 是CPU 是中断 是CPU所具备的什么 能够打断 当前程序的执行 然后呢 转而去 处理一些 临时出现的事件 这个事件必须是临时出现的 也有可能是随机出现的 的一个事件 那么 去处理那些临时事件的服务 然后呢 又能够什么 按照要求 恢复 执行原来 就是被中断的那个程序的 一种功能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中断 那么中断系统呢 是实现这种功能的 软硬件装置 记住一定是 软件和硬件装置 它们共同协作来完成的 并不是 仅有软件或者是 仅有硬件就可以完成 必须是 软硬件装置 那么 什么是中断处理程序呢 就是 临时事件的处理程序 你去接一下电话 就是 中断处理程序 你去接一下电话的时候 就是你去执行一下 CPU去执行一下 中断处理程序 那么 什么是中断源呢 引起中断的事件 电话铃响了 这是 引起 中断的事件 我们把它叫做 中断源 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说 中断是什么 中断它是 CPU能够 暂停当前 正在执行一个程序 那么 执行到 比如说执行到这个时候呢 来了一个中断 请求 然后它要 CPU要怎么样 暂停当前 比如说执行完了这条指令之后 它转而去执行 某一个 执行这个 的处理程序 然后呢 再返回 这个断点 就是说被中断的 这条 指令执行完了之后 那么就 要返回到这条指令 继续执行 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这一张图 大家会 有什么想 有什么感受 它像我们以前 学过的什么 好 对 请坐下 这是指 更像我们以前学过的 指程序调用 我们指程序也是 在某个点 调用一个指程序 然后去执行一个 这个指程序 然后再返回 指程序的下一条指令 继续执行 但是 我们的中断 和指程序 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的中断 和指程序 是有本质区别的 那么 有哪些区别呢 中断 和指程序 调用它 之间的区别 第一 指程序 它是 CPU它是主动 这里有一条 扩子令 对吧 一定是用一条扩子令 它去主动的调用 这个程序 但是中断是一种 CPU它是被动打断 你去接电话 电话联想了 你是被动的被打断了 那么它是一定是一个 被动的过程 这个地方 指程序 是主动 那么 CPU主动调用 中断是被动打断 然后呢 第二个区别呢 就是外部设备 外部的中断 这些中断是随机发生的 这些事件是随机发生的 你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CPU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所以说这个事件它本身是随机发生的 那么引起中断的外部事件 与CPU当前的指令 也就是说 这个外部事件 和正在执行的这个程序 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它们之间没有关联 指程序是有 非常紧密的关联 对吧 我这里调用一个 用扩指令 调用一个指程序 再去执行那个指程序 那么 而我们的中断是什么 这个事件 和我现在正在做的 这个程序之间 是没有 关联的 它们之间没有联系 没有紧密的联系的 这一点呢 是大家在学习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的 中断和指程序之间的区别 这个 我们都喜欢玩游戏 我们都喜欢玩游戏 但是我们在玩游戏之前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去打印一个 很大的一个文档 比如说三百页 我去打印 那你说这个打印很慢 你要在旁边等着 你可能就是发一个命令过去就完了 发一个命令过去就行了 发一个打印命令就完了 你就不管了 然后你下面的做 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去玩游戏去了 对吧 实际上你 首先你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游戏程序 你在这里玩游戏 这是你的游戏程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打印机也开始工作了 你去启动了这个打印机 比如说打印机 假定啊 打印机打印一个字符 也有可能是打印一批字符 我打印了一批字符之后呢 然后打印机它就会什么 空闲下来了 空闲下来 它就会向CPU发出中断请求 发出中断请求的话 这个时候打印机程序 这个你的游戏程序会怎么样呢 会停下来 比如说在这一点停下来 停下来做什么呢 它去执行打印机的中断处理纸程序 那么处理打印机的中断纸程序 是去做什么呢 这个中断处理纸程序 就去发向打印机发出一个请求 发出一个请求 让请求这个打印机呢 打印下一个字符 或者下一批字符 那么打印完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把下一个字符送到 送给打印机去打印 或者是下一批字符 送给打印机去打印 打印的话 然后这个中断处理程序 就回到哪里去了 回到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你就继续在 这个游戏程序在继续执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设备的话呢 它就会 它又会就会继续打印 打印到一定时候呢 打完了 它又会怎么样 继续向CPU发出中断请求 那么这个CPU又会怎么样 停下来 停下来去做什么呢 打印机的下一条指令 打印机的中断处理程序 然后再去发出一个什么 发出一个请求 去打印下一批字符 那么然后再怎么样 再返回到这里面去执行 那同学可能会问 我怎么打游戏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我的程序 突然停了一下 没有 那是因为什么 这个中断处理程序 它非常的短 那么很快就执行完了 所以你根本就感觉不到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在这边玩游戏 这边再打印 两个可以似乎可以 变形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变形 而是这两个中间呢 CPU 在你没有感觉的情况下 它已经去干了一件事情 响应了一下中断 把你的程序停了一下 这就是这个 当然了 现在的操作系统 它可能做得很完善 这个过程不一定 完全是照这个过程来的 不一定是完全照这个过程来 但是呢 我们用这个示意图 来说明一下 这个CPU和外部设备之间 CPU和外部设备之间 它是可以并行 所谓的并行工作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 中断源 中断的分类 那么按照中断源进行分类 分成这样的两种 一种是外部中断 还有一种叫做内部中断 我们也把它叫做异常 把它叫做异常 那么这外部中断的分成两种 一种是不可屏蔽的中断 比如说CPU掉电 那么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处理的 这个不可屏蔽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可屏蔽中断 那么往往就是我们的外部设备 那么外部设备 比如说我的键盘 我敲击了一下键盘 我移动了一下鼠标 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这个可屁 屏蔽中断 那么异常呢 包括一些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我的 这个检测到一些不正常 或者是一些非法条件 引起的内部中断 那么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除法除错 溢出 你的指令出现了溢出 还有一些软中断处理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 DOS的系统功能调用 INT、R1、H 都是属于什么 这个 还有呢 单部中断处理 我们用了TOPO DEBUG 单部去跟踪我们的程序 这都是属于什么 异常 属于内部中断 也叫做异常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 比如说中断源的分类 分成这样两大类 那么这个里头呢 外部中断 那么就是一可屏蔽的中断 它来源于这样一些东西 键盘 鼠标 还可以是失踪 那么通过一个 859中断控制器 它向CPU发出一个 中断请求 发出一个中断请求 那么还有一种是 可不可屏蔽的中断请求 也像 这个中断逻辑来控制 发出请求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么多的中断 这么内部的异常 也会像什么 CPU 发出请 记住啊 这个是在CPU里头的 这是CPU里头的 也会像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 同学可能就会问 我这么多的 中断 会有这么多中断请求 向CPU发出来 CPU怎么样处理呢 好 我们先 我们今天呢 我们这节课呢 暂时呢 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